一年之後在家屬跟協會的抗議之下 又做了第二次的真相調查 他永遠都只有還原 就是我現場沒有移車 或者是扁塌水袋並不影響逃生 這樣讓我們基層無法接受的 反覆的說辭跟偏頗的立場 很顯然是刻意要維護他們指揮體系 然後忽略他們犯的錯誤 那所以我們就是期待 司法可以當消防員的公正的第三方 然後去幫我們指出 幫我們把真相還原 但是沒想到在桃園地檢署的 不起訴處分書 就是我們看到跟以往 所有消防員的殉職案 一模一樣的說法 也就是說我不問現場到底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我不問現場的人為的各種疏失 我全部都說 就是認為這個調查書就是一個用黑幕 把所有真相都蓋上了 他的黑幕用的理由是什麼 他所有都說因為現場高溫 因為現場發生爆燃 所以逃生不及 可是他沒有去發現我裡面的種種的人為疏失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他們減少了他們一絲一毫的逃生的機會 其實對消防員來講 逃生的機會其實就是短短的三分鐘 如果你有飽滿的水袋 如果你有暢脫的通訊頻道 如果你就是你社會外面沒有移車的話 其實他們都是有機會的 我們在爭取真相 其實就是在增加一點一滴的 多一點的逃生的機會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官僚體系 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檢方 他還是用傳統的 看不到事實真相 不願意面對自己錯誤的方式 去理解這麼一個重大的公安事件 前幾天父親節 帶著女兒去看 帶著女兒去看鳳翔 然後 有一次問我就突然問我說 是不是我長大了 爸爸就會回來了 已經兩年多了 然後受到這個起訴 我就覺得為什麼 就覺得為什麼還是看不到真相 然後很多事情都被合理化這樣子 檢察官他認為 今天 指揮官沒有照所謂的標準作業流程 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 因為食物上的問題 可能能力不足 狀況不一樣 他沒有做到某些部分 他就依食物來認定 這樣是沒有關係的 那如果這樣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到底設所謂的標準作業流程要幹嘛 我們有必須要的流程 必須要的裝備 必須要的機制 就是為了確保消防員的安全 但是檢察官經理一句說 你們食物 不見得有辦法做到這樣 所以這個沒有罪 這是非常荒謬 第一個是現場其實並沒有做好安全人員的控管 也就是說 有多少人消防員進去火場 他們進去多久了 我們能不能及時的第一時間知道 他們進入火場的狀況 其實現場都會需要有一個安全觀 有一個安全人員的控管 但是現場完全不知道裡面的人 消防員有沒有出來 那外圍就發生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就叫做移動消防車 你消防車移動之後 因為那個引擎開關的問題 你就會直接切斷裡面的水源 所以我已經拍到外面有移動消防車 我可以直接證明裡面的水源是斷絕的 那水源斷絕會有什麼影響呢 最明顯的影響就是 我的水源斷沒了 我的水袋變成扁塌了 那扁塌的水袋 它其實在 它的致命的關鍵就在於 我的火場裡面其實是充滿障礙物的 如果我的水袋是飽滿的話 消防員就可以沿著飽滿的水袋 循現而出 而黃玉祥最後是憑著他的記憶 因為他在進去火場之前 的入口處被絆倒了 所以他幸運的記得了逃生的方向 轉對了出口 他出來了 而六名消防員從此天人永隔 這個明明是非常關鍵的事情 可是起訴書裡面卻可以說 扁塌的水袋也可以逃生 它只會造成一點點的影響 但是跟訓職沒有因果的關係 這個答案是讓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再來第三個 裡面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疏失是 現場的通訊其實是非常的糟糕的 其實指揮官只需要去切換到直通頻道 可以保持通訊的品質的話 其實現場的人員是可以更清楚的收到 跟傳遞就是下令撤退跟確定收到我馬上撤退等等的訊息 可是現場的品質完全做不到 所以導致指揮官喊了八次撤退 他也沒有辦法確認裡面的人有沒有收到跟有沒有 以及這些人有沒有逃出 那第四個就是這份起訴書還有一件非常吊詭的事情是 我們的不起訴書有兩份 一份是起訴業者的 在前年的六月的時候出來 那個時候那份不起訴書的檢察官認定 黃玉祥逃出的時間是二十五十八分 那所以他其實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是 我們是那個火場的全面燃燒期是二十五十五分 也就是說在三分鐘之後是有可能 也確實有倖存者成功的生還跟逃出生天 那我們就想要問在這三分鐘 如果我的水袋沒有貼掉 我的車子沒有移掉 我的下令撤退的訊息可以如實的傳達 那是不是其他六名消防員也會有同等的機會 可是在這份起訴書裡面 他完全必談黃玉祥逃出的時間 他直接把二十五十八分的時間 直接的就不談了 所以這個兩點五十八分這個訊息 在第一份起訴書有 可是在這份起訴書完全的神隱 那我們認為這是刻意的去消失某些訊息 刻意的去凸顯了地檢署的偏頗的立場 所以這種種的疑慮 讓我們覺得這份不起訴書是非常有問題的 也可以看見桃園地檢署的立場 並不專業跟不中立 我們必須要去講說意外跟人為的操作失誤 這個東西不能相提並論 如果說你今天起訴書把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解釋說 因為有人逃了出來 所以扁他的水袋不影響逃生 你叫我們基層消防員怎麼可以接受呢 今天你沒有去看到這個水袋扁他的事實 你沒有去從頭到尾的去調查 你只看到了官方調查報告說 沒有 沒有指揮官沒有下令 好指揮官沒有下令 那車子自己會跑 這個是靈異事件的是不是 希望我們的高等法院的檢察長 可以重視我們的心聲 然後看到我們的意見 然後盡速將這個案子起訴 讓他可以進入法院進行實質的審查 而不是如同消防局在調查這個大火 新屋大火一樣 都是重重的黑幕 真相永遠的都沒有辦法攤在陽光底下